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加拿大的剧情片《疯鸟计划》 1929年,华尔街崩盘,造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 在标准普尔把美国信用评级从3A降到2A加后 全球股市开始暴跌 交易的速度变成了市场经济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更快的算法可以在毫秒之间赚取数百万美元 这种联姻效应延伸到了世界各地 文森特是一家证券公司的高风险高频次交易的操作员 安东是文森特的堂兄,也是证券公司聘请的高级算法工程师 两兄弟有个疯狂的计划 他们要挖一个4英寸的光纤隧道 从堪萨斯电子交易所直通纽约证券交易服务器 这条笔直的线路贯穿森林、沼泽、山脉、河流 距离长达1000英里 一旦项目完工,他们就可以在16毫秒内得到股票市场的报价 这比所有人都要快上1毫秒 在股市做中间上,他们一天至少能赚几百万美元 文森特用他的三寸之舍说服了企业家投资 在企业家的推荐下,文森特和包工头马克签订了合同 同时,证券公司的女高管也在逼安东等人想办法降低线入近17毫秒的延迟 而团队中的眼镜和安东是死对头 安东认为,眼镜研究的微波塔项目 不知要过多少年才能得出正确的脉冲整形算法 所以,这将是毫无意义的研究方向 眼镜也不认同安东研发的中微子通信项目 他认为那笔庞大的资金投入才换了半毫秒 不如拳头到微波塔上,安东缩短到14毫秒以下 与高管终止了二人的争吵 他吩咐助理去解救光纤的事情 并交代眼镜继续研究微波项目,证明安东是错的 下班后,安东将公司推进微波塔项目的事情告知了文森特 文森特向安东不必担心 因为他们的光纤项目完成只需一两年 而微波塔却需要三年 这期间,他没有足够的时间赚大钱 到时,安东就能享受他梦寐以求的宁静生活了 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 安东偷偷在家里的保险贵重 藏匿了可以远程操控的后门程序 隔日,文森特和安东递上了辞职信 但女高管不想放走安东这个优秀人才 而安东是个喜欢挑战自我的技术狂 他厌倦了羞羞补补补那些小问题 做够了无关紧要的安全维护 他需要更大的挑战,一展报复 尽管女高管开出了非常诱人的条件 他还是毅然辞了职 要与文森特开创伟大的事业 2011年12月 文森特弹落了第一块土地的使用合同 对于这些土地的主人来说 文森特就是在白送钱 光纤隧道只会从他们的房子下面经过 所以他们既得到了钱 也不会损失任何土地 到2012年2月份的时候 文森特已经搞定了95%的土地使用权 老百姓也都欣然接受文森特给予的赔偿 纷纷签下了地产合同 除此之外 文森特还签下了54个挖掘队 日夜不停的赶工 那座山脉地处国家公园 受州政府保护 并且没有通公路 想要施工接着得到政府授权 安东你说 如果绕山需要19.2毫秒 只有打通山脉 他们才能达到目的 就在安东脱口射出17毫米的时候 文森特赶紧解释 17毫秒这是他们的测试版本 安东肯定会优化代码降低到16毫秒 所以无论如何 他们都要穿过山脉 对企业家来说 拿到政府的授权很容易 但安东要靠优化代码降低1毫秒 却很难 他的代码已经精简的不能再精简了 可文森特相信 凭借安东由光正亮的聪明大脑 一定能想办法挤出一毫秒 为此 文森特特意给安东准备了总统套房敲代码 晚餐上 文森特正和马克讨论着凿山方案 这一幕被女高管派来跟踪的人拍到 女高管放大照片上的施工图 猜到了文森特和安东的意图 为了保住自己的生意 女高管决定 强先一步搭建微波信号塔 他面临眼睛 尽快搞定算法 否则就卷铺盖走人 然后吩咐助理 物色更多的优秀工程师 必须敢在文森特之前完成所有部署 就在项目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 文森特突然检查出了胃癌 医生建议他立刻接受治疗 或许还能多活两年 但为了梦想 文森特放弃了治疗 因为没有人能替代他的工作 他也无法将这些事委托别人去干 与此同时 女高管找上酒店里的安东 讲了一个程序员被告坐牢的故事 他说 某个公司的高级程序员 写了一些让公司领先同行的网络传输代码 程序员主动离职后 带走了几行普通的通用代码 而公司的老板却起诉程序员 盗走了自家代码 并扬言 程序员有能力是整个市场崩溃 足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为此 程序员吃了八年的老饭 文森特刚从工地回来 就看到了正要离去的女高管 他感到事情不妙 跑去安东的房间 询问女高管的来意 但是 安东并不想因为外界因素 影响到自己思考 女高管不行 安东也不行 最终 安东将文森特赶出门外 继续潜行研究代码 同时 女高管为了加速搭建微波塔 出高架挖走了文森特的施工队 文森特急了眼 他猜到是女高管在背后使绊子 但并不知道 女高管正在和他抢生意 文森特交代码客 如果有必要 可以给施工队双倍工资 就是别耽误了项目禁度 这外 安东向一个漂亮女适应 透露了他们的计划 他称 所有交易员都使用相同的系统 获取相同的信息 想要超过其他人 只能拼速度 一旦交易员提前得到客户的报价 就可以在其他交易员之前 以低价买入股票 然后高价卖给客户 如果一次交易1000股 赚10美元 一天至少做20万笔这样的交易 一年大约可以赚5亿美元 整个交易过程只有16毫秒 也只是疯鸟翅膀煽动一次的频率 与此同时 一个23岁的亚裔大学生 享受了微波通信的算法 女高官如获之宝 当即给大学生 开出了15万美元的年薪 如果大学生能在月底之前 让微波台运行起来 还会额外给30万美元的奖金 这边 文森特虽然拿到了政府授权 但还是搞不定坚硬的花岗岩 他们不仅要从地球的另一端购买钻头 还要投资1550万 才能继续施工 而且光先投入使用的时间 也得延后一个月 这让企业家有些不高兴 甚至开始怀疑文森特的用意 但文森特为了这个项目放弃了治疗 他把项目当成人生的最后一件事 哪怕付出生命也要完成 文森特坚定而真诚的话语 打动了企业家 他终于得到了资金支持 晚上 按摩店中的文森特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巨大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来 为了梦想和事业 他堵上了一切 可还没等文森特缓过身来 意外再次发生 一个油盐不尽的农场主拦住了石工队 农场主认为 这里的生活很纯粹 是上帝赐予他们的一片净土 他们不追求快 只需要慢节奏的美好生活 不论文森特出多少钱 农场主就是不同意 于是 马克提议文森特 买向农场旁边的土地开工 因为法律明确规定 勘探者可以在100英尺以下的深度挖掘作业 只要该作业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集体福祉 以及国家的长期繁荣即可 而且 文森特已经拿到了 为这片区域提供高速网络建设的批文 所以 农场主只能眼睁睁看着脚下的地背发串 却没有任何办法阻止 这时 安东脚筋脑制 终于找到了降低1毫秒的方法 正当他兴奋的神武足导之时 FBI出现 以涉嫌股市欺诈和盗用专利代码的罪名 逮捕了安东 乌漏偏风连夜雨 文森特过度劳累 出现了尿血的症状 刚加弹碗助手 连续律师 捞出监狱中的安东 文森特又接到了恶号 女高管的微波项目已经完成 并在文森特的工地上留下挑衅 扬言自己的微波技术 只需11毫秒 刚开始的5秒内 女高管就靠着11毫秒的速度 赚了50万美元 文森特望着对面的微波塔 愤怒至极 她神情恍惚 手提着电锯 脸上带着一丝狠劲和癫狂 歪歪扭扭地向对手的微波塔走去 她要砍倒那个 击碎了她梦想的微波塔 可脚下的步伐却越来越细碎 越来越凌断 终于 她的身体到了极限 支撑不住 晕倒在地 文森特创业失败了 正当她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 遭受了事业和生命的双重暴击 她在孤注一掷的道路上 一败涂地 赶往医院急救的路上 文森特申请了一份商业保险 企图挽回3%的损失 马克也答应文森特 一定会救出安东 完成疯鸟项目 而此时的安东 已经通过监狱里的电话 启动了提前藏在家里的后门程序 这让女高管公司的网络 瞬间延迟了20毫秒 分分钟损失百万美元 交易元气的疯狂砸键盘 女高管主动找到安东 威胁着要把文森特也送进监狱 安东淡定的回答 20毫秒只是个开始 等到了80毫秒 那才叫血本无归 哪怕是公司里的那些天才工程师 至少也得5个月后才能找到漏洞 最终二人达成协议 安东关闭后门程序 女高管撤销起诉 之后包工头马克 硬直投币完成了项目 测试速度 仅需15.73毫秒 比计划中的还要快 文森特的项目成功了 却被市场淘汰了 投资老板因此培进了整个公司 马克说 有时候终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过程中遇到的人 以及学到了教训 之后 安东看望了病入高慌的文森特 说他已经成功研究出了 中微子通信技术 这项技术可以直穿地心 岩石水凝土什么的 统统阻止不了 连接到地球另一段 仅需9毫秒 未来他们兄弟将称霸华尔街 不过在这之前 文森特想去见见那个农场主 文森特冒着大雨亲口告诉农场主 他上周移走了农场下面的那段管道 农场主以后也不用再担心 高科技会打扰他的世界 而后 面色苍白的文森特 也靠在粮食旁 看着雨景说道 假如他的人生只有16毫秒 所有的记忆 都只是这16毫秒内发生的事情 那一切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 安东想了想回答说 我觉得你的人生 会和活了100年一样长 16毫秒 大约是蜂鸟翅膀 煽动一次的时间 可以帮你赢得交易 也可以是一生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